观众早安 我是郑佳琪 欢迎收看大爱早安新闻 这个星期天气观察的重点 就是台风对于台湾的影响 首先掌握凯米台风的最新动态 目前它的位置是在 鹅兰比东南方730公里的海面上 以每小时7公里的速度 朝北北西的方向前进 两个重点 一个是它还在持续的增强当中 还有一个就是最快最快 气象署会在今天深夜 发布它的海上台风警报 而依照它的方向 以及速度不变的话 星期三 星期四 风雨是会最明显的 那么接下来透过这一章 以时间来区隔一天一天 凯米对于台湾的威胁 以及风雨的状况 明天星期二可以看到的是 主要是受到了外围环流的影响 各地开始感受到台风的风雨 那么星期三 星期四 就是风雨最强的时段 而另外星期五台风逐渐远离 由于适逢大潮 因此提醒这几天 沿海地区或者是低洼地区的民众 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 再来看到的是今天的天气 依旧是高温炎热 37度以上的高温 民众趁着风雨来之前 如果要进行户外的防台工作 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 做好防晒的工作 另外降雨的部分 要特别提醒从今天下半天开始 受到了外围环流的影响 基隆北海岸以及东半部 开始转为有下短暂阵雨的天气 雨势会越晚越明显 同时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大暑 所以提醒大家 炎炎夏日 建议在这一段时间 可以多吃一些当季的蔬果 同时当然就是要多喝水了 继续说到了健康一点通的单元 要提醒的是新冠肺炎的疫情 尤其是安排要利用暑假 全家老小去日本游玩的民众 因为现在日本正掀起了一波 新冠肺炎的流行高峰期 尤其这是一种新型的变异株 具有高度的传染力 日本新冠卷土重来 全国疫情已经连续十周升温 截至7月14号为止的一周 新增病例超过五万五千例 创进两年同期新高 专家指出虽然现有疫苗 对新变种株KP.3效果较差 但如果距离上次接种 已超过半年 最好还是打疫苗 由于新冠在日本 已经被列为与流感相同的第五类 许多民众不再去医院 检查是否确诊 再加上现在天气炎热 许多人虽然感觉身体疲倦 发烧 却分不清楚是中暑还是确诊 专家也担心黑树远不止如此 至于如何分辨是否确诊新冠 专家提出解法 由于日本将在八月迎接 将近一周的雨兰盆节 不少人会返乡扫墓 谈情或出游 日本当局也担心 假期结束后会疫情大爆发 呼吁民众还是需要落实 勤洗手 戴口罩等防护措施 戴安新闻综合编译 学生放暑假都在做什么呢 来看看中区所举办的 这一场大专青年营的活动 地点是在东大敬司堂 四天三夜有七十多人参加 这群大学生啊 透过协助清洗辅具 还有跟着刺激志工外出访式 了解到贱苦之福的道理 一双双眼睛紧盯着眼前的螺丝钉 自己动手做才发现很不简单 原本我们要换轮胎跟修刹车 结果呢 结果搞老半天 别组都用好了 我们还留下来这样子 到现在都还没有用 第一次尝试可能会比较难一点 可是他们在没所 好像还不错 除了修理坏掉的轮椅 还要学习怎么清洗电动床 等一下这个要拆掉 只有剩下那个插头那一个 清洗这个不简单 很多小细节 师伯有说就是那个 扶手的那个 下面那个卡榫的地方 很容易藏屋那种纳垢啊 虽然很辛苦 但是真的是学到蛮多 东大进士堂举行大专青年营 让学院们坐而言不如起而行 他们跟着志工走进独居长辈家里 独居阿嬷看到这么多年轻人来 实在很开心 她整个人在发光 这很令我感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不管我们是很有能力 我们都还是能够用自己的力量 自己适合自己的能力去帮助别人 大爱新闻台中总和报导 再来看到的是爱在大洋州 澳洲的慈济之工一年多来 每个月会提供两次热食服务 给新南威尔斯大学的学生 用实际行动关怀他们 同时启发善心善念 南半球澳洲户外冷嗖嗖 房里却有满满热情 天气很冷 今天五度了 感觉腿不舒服 但也不觉得怎么样 来到会所就常这样工作 普通的肯如素块 这个要五六块七百块 色香味坚固 加上富含蛋白质的素鸡块 每份餐点是志工 对新南威尔斯大学生 满满的关怀 因为澳洲面临的高利率 高房租 很多很高的生活费用 我们今天总共做了165个 素的炒饭便当 慈季澳洲分会 每个月提供两次热食 一年多来 让来自马来西亚求学的 皇家健改变信念 我做了一遍 我感觉很贵 很棒和正面 因为我知道 我做的事也帮助其他人 直接送我们的食物 谢谢 让我们也有家的感觉 另一位莫加拉的学生 也建立了自助助人的精神 爱的力量在校园流转 善恋也在心中滋养 大爱兄弟姐妹志工 林美凤 颜秀聪 澳洲报道 的确关心年轻人 不因贫困而中断了求学路 此季纽约分会 今年收到了15位清函学生 申请奖学金 于是志工安排时间 逐户拜访他们 让这些年轻朋友 更了解慈激的教育理念 虽是第一次见面 慈激奖学金的申请者 跟志工侃侃而谈 自己的报复 自助清涵学子就学 赐济纽约分会 从1992年开始圆满高中毕业生的盛学梦 這個年來我們有15領域,所以我們必須要重新計劃 我們要重新計劃,我們要重新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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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認識最近有很多事情發生,我希望能夠幫助 我去小學,我計劃成為教育 所以我可以幫助孩子們,我計劃幫助,尤其是平衡 我希望回到這裡,我希望幫助孩子們 同樣我教學們幫助我 認同慈濟的教育理念,皮克斯基爾高中的 輔導老師戈迪尼爾 總會鼓勵需要獎學金的學生向慈濟提出申請 我希望那些學生,他們會來到我們的慈濟 去知道教育理念,是靈魂 可以支持他們的未來 今年獎學金的頒發 在紐約的慈濟大愛人文中心舉行 孩子們圓了夢,也期待畢業後能回饋 獲得獎學金很大,因為它幫助我 所以我不能擔心擔心的費用 蘇智基爾高中的藝術 把我的肚子放在學校的門口 這些事情都很少 尤其是有很多少少社群 所以他們幫助我們,很厲害 他們嘗試把他們的心理 在未來,他們也會知道 如何賠償給社群 帶來新聞,馬蒂娜,科亞利 美國報導 好,接下來歷史今天的單元 要帶大家回顧7月22號的這一天 恭喜這年的法師 為什麼才是我的 上人很特別 要感恩他所有的弟子 2012年7月22號 上人貨班泰國朱拉龍宮大學 社會福利榮譽博士學位 感恩慈濟2011年 在泰國水患時的付出 我們不聽聽,是嗎 我們不聽聽 我們不聽聽,是嗎 我們不聽聽 我們不聽聽聽 我們不聽聽聽 我們不聽聽聽聽 我們不聽聽聽聽聽 創立於1917年的 朱拉龍宮大學 被尊為泰國第一高等學府 2019年近30位師生 特別跨海來慈濟參學 2005年7月22號 慶祝印尼慈濟世界 創刊號發行 傳遞珍善美的故事 慈濟印尼分會 2005月以報紙行事 發行慈濟世界 2005年7月 改用雜誌行事 迎接創刊號發行 本日在印尼金斯堂 舉辦簡單慶祝活動 創刊號共有52頁 其中8頁還是專為孩童 做內容設計 雖然呈現方式 和當初的報紙形式 有所差別 但不便的事 同樣都是美濟發行 以及進化人心的使命 給我獎的是 西域祭豐城 2004年7月22號 經典西域祭豐城 獲四座金鼎獎 我們各自起的人 在過去的5年之間 適當進出的阿富汗 去了巴西斯坦 去了恩怒 尋訪玄奘法師 《磚金之路》 歷經兩年企劃與採訪 二十多萬字 近千張圖片 經典雜誌入圍 主編 專題 攝影 圖書人文 四項金鼎獎 全數得獎 2006年 西域祭豐城 在中正紀念堂展出 上人特別前往觀展 這其實開得阿富汗基本 有一部分是阿富汗 人們是很難分別 劇情圖說 在台灣 新加坡 美國等數十地展出 更被全球最大館藏亮的 美國國會圖書館典藏 2000年7月22號 嘉義巴掌溪意外關懷 巴掌溪瞬間溪水暴漲 四位河床護床工人緊緊環暴 受困於湍急溪水中 但救援困難 苦沉兩小時後 四人在眾目睽睽下 被山洪沖散 陸海空全力救援 進行這一個整個區域的一個 搜救工作 搜救單位日以繼夜不提歇 嘉義 台南兩地置工 烹煮熱食 做後盾 再繼續準備 也差不多一百多人份 那就讓這些救難人員 有熱食可以吃 還有安撫加速 四名工人最終全數罹難 救援過程引發社會重大輿論 不要互相自己 要趕快結合這份行 把這份要為台灣做什麼的 要怎麼樣讓社會每一個角落 每一件事情都很安全 期望人心安定 巴掌溪事件後 政府和民間各單位 整合救災能力 期望重大災難時 能減輕傷害 今天的早安慈激情 很開心能夠邀請到 來自於越南的萬利法師 邀請萬利法師 要來跟大家分享 將禁思語翻譯成越南文的版本過程 歡迎萬利法師 主持人好 觀眾大家朋友好 萬利法師 從一開始接觸禁思語到現在 哪一句禁思語 讓您覺得最受用 印象最深刻 最想要分享 開始是大概2005年 我來台灣念書 有一次過年時候 我照顧個病人 在台北直擊醫院 那裡就是 那時候我中文也不太好 每天在醫院照顧病人 然後看到一句話 對我的影響很深刻 就是說那個句話上人講 不能小看自己 因為自己有無限的能力 然後每天就是 天天地看這句話 然後覺得 那時候剛來的時候 那個中文也不會講 然後學習的 那個進步很慢 但是每天這樣想來想去 想來想去 所以我們覺得 要打開我們的萬念 我們的固有的一些執著 讓我們學習得更多的學習 可能以後 他就跟上人這樣的想法 就不能限制自己 而要發揮自己的最好的方面 這句話對我的影響 非常大非常大 就是這麼一句短短的話 不能小看自己 人有無限的可能 開啟了萬利法師 跟慈濟之間的緣分 那因緣成熟的時候 就將禁思語翻譯成越南文的版本 而且是第一集到第五集 那整個過程是結合了 好幾位法師的力量 因為我想那個禁思語是商人的 很好的一個著作 我邀請大家都滿有學問的 他們都博士 碩士 然後他們有一集翻譯 讓他們自己發揮 這個商人裡面的內容 我一個人可以翻譯 但是我想這個是集體來工作 是 集體來做 用集體的力量來推動 然後就 今年的二月時候我們翻譯好 然後有狂虹菩薩 他們在越南的職級菩薩們 來幫忙那個交對 幫忙再看很仔細的對比 然後就慢慢修改 那五集裡面我翻第一集 還有全部的我要交對好 然後就給大家來申請出版 是越南的文化局出版 那在翻譯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遇到一些困難的地方 或者是挑戰的地方 一個很大的困難 就是說文字上不是很困難 但是這種因為商人的 他講每一個法語是有一個背景 第一個這個商人的講科講話的背景 然後第二個是商人的這種很偉大的精神 我每一次都鼓勵翻譯的那些法術 要自己那個分言是商人的角色 然後要學習商人的 我們那個心態是很 信報態是亮周下界這樣子 然後再寫出來 雖然用越南文還是用什麼文 都是這樣的 要跟那個中文來接近 沒有落差 對這個很困難的 有時候他們就可能整天翻譯一句話 不是很難 但是要難 深入了解 用什麼字 用什麼字來寫出來 他們可以收到這種 那個商人的精神 對這最困難的 所以在翻譯的過程當中 每一位法師其實自己也收穫很多 對 收穫很多 對 那當然說到要將慈濟的精神 推入到這個 推廣到越南 其實不僅僅是將禁思語翻譯成 越南文的版本 我們也在越南推廣了一些環保的概念 對不對 改變自己 然後再改變社會 改變那個用環保的方法來改變社會 對 很努力的 一直努力的 其實萬利法師最近還創作了一首歌曲的歌詞 我們現在就一起來聽聽看 聽到這一首歌 感覺心靈很平衡 萬利法師來跟我們分享一下創作的背景 我個人對那個商人很崇拜 人類就是佛陀是第一個大抉擇 然後從道德的方面 對社會的貢獻 佛陀是第一個了嘛 然後就學到菩薩精神 我翻譯的禁思語還打算翻譯其他的著作 我們翻譯那個商人的著作 跟越南人來學習 然後讓大家就看到一個佛聖聖的 一個比丘尼 一個人 但是他做的事情是個佛菩薩的事 讓大家有一個正能量 很偉大的那個人 我們要跟他學習 跟他學習 我們可以做成的 非常感恩萬利法師 今天接受我們的訪問 也來到我們的新聞現場 跟我們分享了 將禁思語翻譯成越南文的點點滴滴感恩萬利法師 感謝你 感謝你 除了看到在越南推廣禁思語 再來看到的是在香港所舉辦的書展 姿意志工社灘除了也推進思語之外 還有環保餐具以及心靈書籍 同樣大獲好評 攤位上各種生活小物成功吸引人潮 湧上前來駐足為關 我覺得要支持一下 很欣賞你們 環保風氣讓環保餐具節能減碳的小家店 成了慈濟攤位上的主角 因為不需要特別用電 我們家裡有陽光 我初頭不知道原來燈再照回去那個板 都可以吃到那個光 都可以儲存能量 慈濟香港分會參加香港書展 除了實價流行的文創產品 今年主題體現在各類書籍上 讀者看書就能做好心靈環保 主題呢就會以禁思智慧語 好話騙環語 還有呢因為我們也會在現場推廣 速食宣導環保 所以我們另一邊的主題呢就會是 清靜在源頭 簡約好生活 禁思語裡面很多是很重要的一個句子 就是為人主事啊 禁句 銷售榜單常年排前還是禁思語 更有書名每次書展都要來慈濟攤位報道 這麼多的佛教的道場他都認得他都去過 但是他最喜歡的是慈濟 所以他呢已經多年很多年都來 每一年都來書展都帶一張支票來捐給慈濟 生活用的眼睛看的皆是學問 書展大獲好評心靈簡約風 成為書展上一股令人驚艷的清流 大愛新聞真善美志工 謝琴 梁昌才香港報導 今天的國際關鍵字是暴雨山洪 地點是在中國大陸 不少地方最近接連爆發洪水災情 包括在四川省雅安市山洪災害 造成有8人死亡 30多人下落不明 而同樣暴雨沉災的還有在陝西省 傳出有一座公路的橋樑被大水給沖斷 死亡人數現在也攀升到12人 猝心的橋面硬生生斷了一截 因為洪水暴漲沖刷 讓底下的柱子失去了支撐力 中國大陸不少地方接連爆發洪水災情 東北部陝西省暴雨引發的洪水 導致上落市一座公路橋樑被沖斷 死亡人數上升到12人 還有18輛車31人失蹤 但其實這座橋啟用不到六年 也引發偷工減料的質疑聲浪 四川省雅安市漢元縣 同樣因暴雨引發山洪 造成30多人失聯 40多處房屋受損 當局除了緊急動員大批人力展開救援 救災專用的應急包也已送進災區 大愛新聞 江玉廷編譯 繼續觀星天氣 苗栗以北晴時多雲 降雨機率20% 氣溫26-37度 中部地區多雲時晴 降雨機率20% 氣溫24-35度 南臺灣多雲午後短暫雷震雨 降雨機率9成 東部晴時多雲宜蘭有短暫雨 氣溫26-36度 外島地區多雲時晴 麻族有濃霧 降雨機率20% 氣溫28-36度 凱米颱風持續的增強當中 而且一步一步接近臺灣 所以提醒大家趕緊做好防臺工作 以上就是這一集的大愛早安新聞 我們再會